对自由的信念跟追求好像是每一个世代的青年 一个自然的宗教 有一位老诗人罗浪先生今年79岁了 56年前非常年轻 他写下一首白云之歌 我们知道失去自由的人最喜欢望向天空 看着漂浮的白云 把自己的自由投射到白云之上 那是一个近古年代的年轻人写下的诗歌 56年之后 他的女儿新生代的另一位诗人罗斯荣 要唱出自由之歌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叫做白云之歌 应该是今年85岁的前辈诗人罗浪先生 也就是我的家父 他在白色苦苦的年代所写下的一首诗篇 一首是描写一位年轻人 对家乡怀抱着非常深切的爱 还有对自由的这种不妥协 我想南荣先生就是最佳最佳的一个见证者 帕园 帕园 优优独播剧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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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場